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057章方式 不要怀疑中医的影响力 那种全新的治疗方式 一定会让他们接受的 叶浩宣道 而且 不满足市场 这也是一种营销方式 市场永远都是饱和的 这已经养成了一部分消费者的心理 他们觉得现在市场的竞争力度大 不管是在好的产品 只要市场有需求 货就会源源不断的运来 但是我信今天偏偏见走偏锋 叶浩宣道 我们华夏有句话说得好 欺不如窃 窃不如偷 偷不如偷不折 你不要低估一个人的好奇心 有些时候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 他们越是想得到 这种营销方式 在我们华夏某款手机上 已经得到了验证 事实证明 它很成功 原来如此 皮尔若有所思的点点头道 哦 耶 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 这种营销方式 我也听说过 它就叫做饥饿营销 事实上 你们那款手机 也曾经想在我们这里搞那种营销 不过它们没有成功 毕竟华夏和美国的国情 是有区别的 皮尔道 那是他们的产品 没有经得住你们市场的考验 叶浩宣道 如果一款产品 经得住市场的考验 我觉得一定会成功的 好吧 我承认 我被你说服了 我觉得这种方式 我倒可以认真的去试一试 说不定真的会有让我意想不到的后果呢 皮尔开始心动了 所以 接下来的事情 先交给我吧 叶浩宣微微一笑道 我让你找一个影响力比较大的 身体有病的人 你找到了吗 别提了 我找到了法兰克那个老东西 皮尔有些郁闷的 喝了一口酒 道 那老家伙很有声望 他是美国一家社交网站著名的投资人 而且 他名下有着一家美国时尚杂志社 他的宣传能力是十分强大的 如果说 你想搞那种营销方式 在这小子那里最合适不过了 但是由于我和这家伙理念上有些冲突 所以 我们之间一直不太友好 我找到他 并许诺了很多好处 可这家伙 直接拒绝了 这倒是个麻烦啊 叶浩轩想了想到 就是不知道这家伙的家里 有没有病人需要看病 这就不知道了 而且 我觉得找他之后 还不如不找他 这家伙直接告诉我 他要把我们的事情搅黄 我丝毫不质疑他有这个实力 因为他的网站和杂志社 影响力太大了 皮尔道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保镖匆匆地走了进来 他手里拿着一份杂志 跑到了皮尔的身边说了几句 皮尔拿起杂志看了几眼 然后他有些暴怒地把手中的杂志丢到了桌子上 亲爱的叶 你看 这家伙已经开始行动了 皮尔指了指桌子上的杂志道 你看 这杂志医学版面上 有一篇诋毁中医的杂志 作者是匿名的 我觉得一定是这家伙搞的鬼 叶浩轩接过了杂志 他在手里翻了几下 只见有一篇大篇幅的新闻在最前面的页面上 叶浩轩拿出了翻译机 扫描了一下 这些英文在翻译机转换成了英文 一篇十分犀利的文章 这文章指出了中医的弊端 当然 这些弊端是子虚乌有的 只是造谣者为了夸大 其次故意抹黑罢了 上面指出中医的不科学之处 而且以很尖锐的观点 指出中医所用的草药与虫子 其实治不了大病 而且这些东西 没有经过严格的消毒 就进入了人的体内 很有可能会滋生寄生虫 更重要的是文章的最后指出了叶浩轩 所谓的医生 只是一个打着中医幌子行骗的骗子罢了 叶浩轩被气乐了 这篇文章的含金量一点也不大 一看就知道是搜集的中医一些资料 东拼西凑出来黑中医的文章 其中的一些看起来十分专业的观点 其实一点也不专业 不过这不是专业的医学杂志 而是杂志营养片的一个版面 一般来说 专业的人士不会看这些 只有一些普通人才会看 而普通人一看 百分之百都会被这里面的东西给唬住 我们被人黑了啊 你觉得这家伙是谁 叶浩轩把杂志丢到了一边道 另外 这家杂志社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很大 皮尔生气的说 这肯定是法兰克那老东西倒的鬼 法克 这老东西不帮忙就算了 他还要黑我们一下 耶 我要报这个仇 报仇是肯定的 不过 我们要先把这件事的影响力给降到最小 如你所说 这家伙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如果普通人看了这篇文章 一定会被其中的不时给影响到的 这个不急 我们要慢慢来 我想只要他想抹黑我们 那么 他肯定不会就做这么一个动作 他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行动来抹黑我们的 叶浩轩笑道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弄清楚 这个叫法兰克的老家伙 到底是因为背后有人支持 还是他真的想和你过意不去 耶 听你这么一说 我反倒是想起来了 皮尔想了想到 这家伙是一个财迷 他也是一个色鬼 我找他的时候 开出来的价码并不低 但是这老家伙拒绝了 而且紧接这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想这两件事情一定不是巧合吧 不错 这两件事情 绝对不是巧合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他的幕后 一定有人支持他这么做的 混蛋 让我查出来是谁 我会让他好看的 皮尔愤怒地把杯子摔到了地上 谁和你过不去 我想你心里应该有数吧 叶浩轩笑道 你们的竞争对手 肯定已经嗅到了医药市场即将发生的改变 而现在长期只和你谈成了合作意向 如果中医一旦引进成功 最大的受益者是你 虽然市场不可能只有你一个人说了算 但是你在最开始的时候 占据了最有力的条件 仅凭这个 你就可以把他们给甩得远远的 所以 他们有足够的理由 去阻止你做这些事情的 叶浩轩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